今年50岁的魏湛泉是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摩托车资深驾驶员 他从2011年开始跟赛 这是他第八次上赛 魏湛泉告诉记者 在环湖赛上 摩托车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岗位 他们肩负着巡回 信息播报 运载器材和媒体记者的重任 在比赛途中 他们还要负责道路的安全畅通和车队的平安行驶 今年我的工作是拉摩托轮 摩托轮主要就是在比赛当中运动员带扎了以后 我们在第一时间及时地赶到 给运动员把轮胎给他换上班 这主要就是放着四个轮子 这两个是前轮 两个后轮 魏湛泉说 他们的工作最有风险的地方 就是搭载着记者或裁判遇到恶劣天气和闲耀弯道时 必须凭借过硬的驾驶技术和高原骑行经验 完成每个赛段的骑行任务 2013年吧 从贵德到青海湖 而那天的那天气特别恶劣 在青海湖那个南山上 那天下的是雨加雪 那天雾特别大 临间都可能也就是十几米吧 真的特别特别的辛苦 比赛结束以后身上都湿透了 在摩托车队中 除了像魏战权这样的老驾驶员 也有第一次参加的新手 30岁的韩潇伟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他承担着组委会赛事播报的骑行任务 为了能在骑行中和身后的组委会工作人员良好沟通 他每次都要在赛前连接好两个头盔上的语音连接线 我们车上有一个车台 然后裁判的头盔上有一根线要需要连接 我的头盔上有一根线连接 连接完了以后 我俩在头盔内部就是事实对讲 包括跟总裁车 跟其他裁判都可以进行沟通的 不论刮风下雨 自行车车手身后 一定有这些摩托车驾驶员的身影 在赛事进行当中 他们必须掌握好与自行车队的距离 在安全速度行驶下 为比赛保驾护航 国际级的赛事 对咱们青海来说它是一个宣传 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宣传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把它当作一个很光荣的使命在完成 拿来点打结果 这件事是什么